Hello Hello 各位網友大家好 你們好嗎?吃了飯沒有?各位晚安 在直播直播方面有6號 首先要歡迎PP頻道、Facebook和YouTube的朋友 網上的朋友都在看我們這個Live 今天這個Live厲害了 就叫做我真是恭喜你入圍Live公佈真入圍名單 今年我們的講者非常破格 之前做了兩次直播的Live網上和真人面試 引來很大的迴響 很多討論區都熱烈討論 各位今天看這個Live最棒的地方是甚麼呢? 因為可以看到你自己心目中喜愛的佳麗 到底有沒有入圍 因為事前各大的報章或者網上很多討論區 都有一份好像聲稱是入圍名單的物體 到底這份入圍名單是真還是假的呢? 待會6號就會跟大家即場拆順風公佈一下 到底你們看的入圍名單是怎樣 今晚這個入圍名單當然是千真萬確的 各位朋友 知道近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的食肆 六點鐘之後都沒得堂食 所以今晚這個是very good 很好的時間是做些甚麼呢? 因為大家叫完外賣 不能在街上或是約朋友吃飯 最好就是回來家 一路看著我們Facebook BigBig Channel 或者是YouTube的直播 一路開著Live 一齊跟大家送飯 好,看看現在上網的朋友 直線標聲著 很多朋友都在 不如做些事 很少跟Facebook的朋友打招呼 聊天 暫時看到有Lillian進來 還有蘇菲 有甚麼朋友是第一次看我們的直播 如果第一次看 就可以跟我們揮揮手 有沒有朋友是已經看了三四次 次次我們港者開直播 我想很多朋友每次都有追 因為實在追看性很強 因為我們見到每個街禮 來到我們現場做這個直播面試的時候 有很多新鮮感突破的地方 帶到給大家 今晚就會為大家公佈 到底有哪十幾位街禮可以入圍 會不會是你心目中的街禮 還有甚麼朋友在這裡 我看到有Joey Phoebe 很難得可以讀到你們的名字 還有這個Tong Siu Lun 我相信不僅是香港 有很多海外的朋友都看著我們這個Live 很期待今年2020香港小姐競選入圍名單 到底有沒有你們心目中那位的朋友份 在這個時候大家可以不停給like 還有share我們這個Live 大家記得繼續支持我們 不意思呀六行 能不能公佈入圍名單給我們聽 在這裡做Live 今年港者真的很破格 所有東西都Live 今次我們都Live 直播宣佈入圍名單 好 公佈第一位的朋友 入圍的朋友是郭柏妍 Rosita Paul 恭喜 很基本 她有港版子瑜之稱 正草 都是真人之後覺得她像香香 嘿 Rosita 是不是已經入圍了 沒有太特別的想法 我希望做好自己 還有很多謝大會 朋友和家人的支持 我希望越來越好 謝謝 希望繼續加油 加油 我們不想知道其餘的入圍名單 記得留意BigBigChannel的Live 交回東張西網廠Patrick 嘩 蓉蓉是否很緊張 突然直播 你這個突然招入這一下 好fit 可以說是 直播了你直播 我們在這裡要招呼 我們Facebook YouTube 和BigBigChannel的網友 你們好 我都要繼續看看你們 究竟有什麼入圍名單 你要繼續開著Live 你有什麼問題留言 可以留給我 我會幫你問的 你寫出來是東張融融就可以了 好啊 那我不阻礙你們了 好啊 好啊 網上的朋友不要走開 因為很緊張 繼續要宣佈我們入圍的名單 首先恭喜第一位入圍 就是郭柏妍 恭喜你 成為我們今年2020 香港小姐競選第一位入圍的佳麗 事不宜遲 大家都想知道第二位入圍的佳麗是誰 名單在我手上 都是大熱門來的 經常會在報紙或網絡上 都看到他的名字 讓大家猜猜一下 本身他有個職業的 但是現在他剛剛看新聞 下午的時候就辭了他的份工 也都已經好像吃了這個 Fairwell的散水餅了 我真的想問一下 跟隨這兩位佳麗 都非常勇敢 因為在這個逆市期間 大家都覺得 份工是最重要的 但是兩個佳麗 在未知道他們入圍之前 就已經辭了份工了 沒錯 他就是來自護士界的 何曼山 我們掌聲歡迎 第二位入圍的佳麗 何曼山 先跟網友打個小呼 讓大家看一看 今天設定了一個新的頭髮 都非常醒神 又很鮮 曼山可以先坐下 這時候也要跟我們 兩位入圍的佳麗聊天 他們是第一組入圍的佳麗 再給郭柏妍 剛才在東章也說了一點自己的感受 成為第一個被宣布入圍的佳麗 心情如何 很開心 我自己都沒有想過可以入圍 希望我之後會越來越好 還有可以跟其他佳麗一起努力 可以學習 還有可以 最重要是大家可以挑戰自己 多謝 Rosita覺得自己有什麼要改善 口才 我覺得自己說話 未夠完善 未夠好 希望之後會更加好 繼續加油 努力大把機會 接著又問一下何曼山 何曼山 你都入圍了 心情如何 當然是很開心 亦都覺得自己是很幸運 亦都多謝回家人和朋友 當然最重要是網友的支持 謝謝 很多網友說 我看到Ivy就說 非常興奮 讓你們覺得很刺激和很緊張 今晚的確很刺激很緊張 又問問你們兩個 我知道你們在面試期間很可愛 你們兩個不約而同都寫了 如果在這次港姐競選中 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誰 你們都寫了對方 那麼Rosita 為何你會寫Rosanne呢 我覺得其實Rosanne不是 我沒有特別說競爭 反而我是非常欣賞她 因為她本身是一個護士 然後再來參加香港小姐 我覺得是很不容易 而且我覺得她又高 笑得又甜 笑容甜美 令你覺得她很有這個競爭性 不是 我覺得她是 首先她是護士 她很有愛心 不斷去 在醫院幫助人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學習 我也很希望可以 跟她學習多些不同的東西 一定有很多機會 來到你們特殯的時候 還有 問一下孟先生 為何你又覺得 柏妍是你心目中最大的競爭對手 其實我想的競爭對手 跟柏妍一樣 其實是很欣賞的一個對象 其實所有佳麗都是 我覺得大家都 所有入圍的佳麗都是 一個很值得學習的對象 為何會選擇柏妍呢 因為我覺得她的性格很純真 很可愛 好像一個很入世未深的少女 所以我很喜歡她 所以才選了她 我覺得柏妍很天真 對 很可愛 她性格很可愛 當然她的樣子也很漂亮 但我今天看新聞 有一宗頭版也挺特別的 我告訴你們兩個 你們之前可能已經來面試 但知道入圍之前 已經將工作辭職了 到底是否真的 兩個是否已經辭職 我是大概早一點辭職 因為我覺得 我一直都想挑戰一下自己 多試一些不同的新的東西 我不想讓之前讀的書 或者是讀的書 框架了自己 所以我一直很想跳出 這個議題歌 所以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發展 多謝 何曼珊 好像你今早剛剛才辭職 是不是 那些同事剛剛才和你 對 你這麼有信心 我們剛剛才吃完散水餅 那 我想都是覺得自己 你想做的事情 就要堅持去做 這也是我做人的一個種子 所以覺得參選 既然參選得香港小姐 不如辭職 盡力去做這件事 好啊 在這個時候 精選了一些網友的提問 咦? 很多人都說 何曼珊有點像 Louisa 我的好朋友 密明師 你自己怎麼看 其實大學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人 覺得我像她 我也覺得很榮幸 可以像到 港姐冠軍 密明師小姐 是 很開心 多謝 冠軍盡快 也有些網友說 看看郭柏妍怎麼回應 她說 只看我們前兩位入圍嘉莉 都比去年冠軍更漂亮 噢 那我覺得Carmeny 本身她是 我覺得Carmeny她本身是 散發著一個很 她剛才很漂亮 還有我覺得她有一個 散發著一個很成熟的味道 是我沒有的 希望我之後都會 好像她那樣 那麼穩重 還有那麼淡定 這個是我一直以來都很想學習的 因為我覺得自己各方面都沒有 沒有夠淡定 謝謝 好了 在這個時候 謝謝Rosita和Roseanne 絲襪頭籌成為我們今年的入圍嘉莉 多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很多謝我們的網友們 人數一直在急升 已經到了二千多人在看我們的直播 大家繼續按讚和分享我們的直播 因為我們非常緊張 今晚會公佈我們2020 香港小姐競選的入圍名單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繼續在留言 多謝你們支持 繼續要給心心和黑黑笑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公佈以下一組入圍的名單 很有趣 我看完他們兩個名字之後 發現他們在網上的討論度 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亦都有很多自己的新聞 所以這兩個入圍會不會是你們的 心水選擇呢 你們有什麼問題呢 繼續可以在Facebook YouTube 或者BigBig Channel 留言給我 我6號就會金睛火眼這樣掌握著 看看有什麼精選 特別刁難的問題 好像剛才問的那些網友 不是我問的 對了 我為你們而去問 那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都可以問一下那兩位入圍的佳麗 好了 在這個時候公佈了 第三位入圍佳麗 她叫做連佳麗 Kelly 哈囉 歡迎你Kelly 哈囉 好了 和網友打個招呼 給個漂亮帽子大家看看 咦 轉了新化型好看喔 好了 好 可以請你坐下了 謝謝 好 接著第四位入圍佳麗就是 Sonia 梁怡婷 恭喜你 哈囉 Sonia 好了 又和我們的網友打招呼先 好了 亦都可以請你坐下了 那要先聊聊天 先問一下Kelly 作為第三位入圍佳麗 心情如何呢 首先覺得很興奮和很開心 因為記得自己在臨報名前 一天都還很猶豫 覺得很害怕 跟朋友說 我想報到很害怕 然後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如果你真的喜歡的話 你就不會害怕 怕的話是你不夠想 但我想起覺得自己一直下來 真的很喜歡很喜歡表演 所以就做了這個決定 可以有機會來到這一步 我覺得很開心 而且很想趁這個騎藏德的機會 立即感謝父母 因為她之前其實 就不是那麼支持 但是慢慢一路走來 都看到他們立場的改變 所以她覺得很感動這刻 看到你的改變 家人會支持你的 好了 Sonia 入圍有什麼感受 其實我現在是很開心 很緊張 也很壓力 不過大家我得了 其實很感謝所有支持我的人 很謝謝大家 馬來西亞的粉絲們支持我 然後 我覺得這次的經歷是很好的 其實我們開始到現在 一個月不夠 我們每一位家人都很努力 都很不容易 我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支持我們香港小車 希望疫情快快停 港姐不會停 大家會繼續支持我 梁耳婷 很厲害 想了押忍具 Sonia 還有馬來西亞的粉絲 對 很多馬來西亞觀眾都很支持我們TVB 不如說說 有些網民有些問題 都想問一下連佳麗 有些朋友很留意你 連佳麗 你一出來的感覺就很港姐模 反過來 梁耳婷說話很率直 很真實 很坦誠 如果你們可否互相交流一下 你們的說話技巧 大家可以平衡一下 Kally 你想學Sonia些甚麼 是呀 我今天 我剛剛在我們兩個一起做這個Live 我已經直接跟她說 我覺得她那份真誠 因為無論她在台前 還是我們在後台聊天 她都是會很率直 跟大家分享很多自己的事情 無論她看到甚麼新聞都好 她都會跟大家去分享 然後我就會覺得 可以這麼直率地表達自己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可能做開司儀在台上 就習慣了希望把正能量帶給大家 變得很容易就把自己一個 比較真實的 可能一些負面情緒 就會經常把它收起來 我也很希望可以透過 跟各位佳麗相處 之後可以慢慢讓大家 看到更加真正的我 Sonia 你又想吸收 連佳麗的甚麼 或者她有些東西我不要的 其實我覺得連佳麗說話 是很好 她說話很有思義 其實我未來都很想 朝往思義的方向發展 連佳麗的咬字很標準 而我也看到很多網民說 我有懶音 所以我希望可以說 我學習她的咬字 和她表達的能力 是的 網民很細心 有人留意到 Sonia 有個朋友叫Jeremy 問你為甚麼要賣樓 是否參選港式 要怕到要賣樓 為甚麼呢 其實我的物業是在海外的 其實是因為我的物業 全部在海外 我現在回來美國 香港發展 所以我希望我把我的資金 拿回來香港 以後朝往香港發展 所以就不是買樓 來參加香港小姐 你年紀甚至22歲 已經有很多海外物業 你還有哪個地方 你不介意可以分享一下 我主要所有的物業都是在美國的 是 因為我讀書在美國 厲害 OK 那Kelly 你自己覺得 現在就入圍了 有甚麼地方要改善 我覺得自己可以再給大家 和大家分享多些平時的我 可能就不會讓大家覺得 我是不是收縮麻煩 或者是我會不會是很思議 也想讓大家看到多些 可能我也很喜歡演戲 我喜歡唱歌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多謝你 多謝Kelly 和Sonia 這兩位佳賴 謝謝 可以休息一下神